欧冠半决赛首回合 维尼修斯和德布劳内对标世界波 最终黄马主场1比1占平曼城 赛后 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都说 这是一场有趣的比赛 在上半场 黄马在被曼城全面压制的情况下 踢得不慌不忙 最终在第36分钟 利用客串踢左后卫的卡马文家 左路带球奔袭到前场 助攻维尼修斯打进一季世界波 黄马整个上半场一次射门 只有31%的控球率 但他们能带着1比0领先的优势 回到更衣室 到了下半场 黄马在场面上占据了上风 他们整个下半场 跟曼城的控球比为57%比43% 射门比为12比4 射阵比3比2 这三项数据均反超了曼城 结果呢 被下半场只有四次射门的曼城 回进了一个世界波 当然 曼城这个斑平进球 存在一定的争议 半应体育利用3D技术分析显示 在德布劳内进球前 B席边路就球时球已经出界 整场比赛踢得最郁闷的 应该是哈兰德了 他被安切落地一招锁死 虹马的中尉旅迪格 和后卫卡瓦哈尔之间保持了距离 没有给哈兰德太多 无球跑动或者接球的空间 全场90分钟下来 哈兰德只有21次出球 市场上最少的 他只有13次传球数 比门将埃德森少6次 哈兰德是全场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 但合计只有三次射门 而他整个下半场 只完成了一次射门零射证 因为他为了摆脱 吕迪格的贴身防守 做了更多回撤拿球的工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